媽媽? 來來 大家好,我是Kurgo 大家星期三有沒有看過直播呢? 由今個星期三開始 我們就一起練習日文 因為接下來我會報考JLPT 所以也想勤力找書 我希望可以透過直播 溫習初班的日文 可以幫助大家 亦可以幫助我溫日文 所以如果你是學過少少日文 又或者是你完全沒有學過日文的話 也可以逢星期三 過來跟我們一起練習 我感覺好像有些同學者一起上課 我覺得有時候出去 日文學校學 其實最吸引 比起自學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有些同學可以交流一下 最近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來家 很多時候去學習 就可以用網上的形式 嘗試我們組織不同的同學 一起練習日文 所以如果你對日文 我們從初學開始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每個星期三、九點 來我的頻道一起去練習日文 這個疫症 就持續了很久 我發現我好像沒有分享過 這些武漢肺炎 或者最近叫什麼 新冠狀病毒的日文 是怎樣說的 所以這兩個星期 我打算分享給大家 一些相關的用字 大家有興趣學的話 就可以學懂了之後 看日文新聞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的日文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第一個我們就先說一下 這個新型肺炎的日文是怎樣說的 我們會叫做 新型肺炎 或者我們會叫它做 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的日文是 叫做 コロナウイルス コロナウイルス 這個病菌 我們有時候會聽到它 形容它為一個超級傳播者 即是很厲害 可能一個可以傳十幾二十個 日文我們超級傳播者 會叫做 超級傳播者 會叫做 超級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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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下一個要說的 就是一些帶菌者 帶病者 我們會叫做 Felizuclea Felizuclea 大家如果現在有機會出街 或者去一些政府服務 譬如郵局的話 很多時候 現在都需要你量體溫 因為看你有沒有發燒 有沒有可能成為帶菌者 或者一些隱藏病人 所以就要量體溫 量體溫的 我們會叫做 減溫 它的讀法是 Canon Canon 下一個 下一個 我們就未必需要的 但如果你是醫院的護士 醫生 一些醫療服務的人士 就非常之需要 他們要穿著保護衣 然後再去照顧這些病人 才不會那麼容易受感染 希望香港政府能夠 留多些保護衣給我們的醫護人員 其實有些不是那麼高危的職業 可以不要讓他們穿的 我自己覺得 他們那麼高危的工作 其實我們很需要給足夠的保護他們 即是你不能夠叫消防人員 不穿一套保護衣 然後衝進火場 對不對 這裡說多了 保護衣 說回保護衣的日文叫什麼 我們會叫做 保護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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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星期最後一個 大家可能會比較需要用 還有之前搶得很厲害 排了很多對牌通宵 最近好像回落下來 或者大家去日本的時候 都不斷找不斷看有沒有 沒錯 就是講這個口罩 口罩的日文 可能我未介紹大家已經知道了 我們就會叫做 マスク マスク 如果你想說戴口罩的話 後面跟著的動詞是叫 動詞前面的助詞是 所以你想說戴口罩 整個日文就是 以上今個禮拜 關於武漢肺炎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我拍這個影片的今天 應該那些口罩都算 那個需求都會緩和回來 都沒有看到大家排隊 或者搶購 或者之前千多元一盒 都好像沒有了 都趕回來炒洞了 對了 在這裡也呼籲大家 疫情其實還是很嚴重的 如果外出的話 盡量記得戴口罩 如果你的能力幫到的話 就可以留一些口罩給有需要的人士 對 不一定是老人家的 可能是你如果看到他的經濟能力是不夠 對 可能一些年輕人 都未必有這樣的經濟能力去戴口罩 那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們 那我們下個禮拜 會講另外一些 都是跟這個 武漢肺炎有關的用字 對 我說那麼多武漢肺炎 這條片不知道會被youtube黃標呢 對 那應該他的正確的名稱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叫做新型肺炎 對 那怎樣都好 希望我今天的教學 能夠幫助大家 認識少少少少少 關於武漢肺炎的日文 對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還有可以的話 就分享給你的朋友 最重要是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你每個星期 就可以跟我一起做這個直播 就是一起看我做直播 還有看這個日文教學的影片 如果你想找一些三字卡 或者看一些日文的閱讀文章 就可以follow我的IG 另外我們每個星期三、九點 會一起練習日文 還有星期五會上傳新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